好,我们现在讲多元函数的微分或者导数 我们首先讲的是偏导数,Partial Derivative 我们知道在一元函数里面 我们求函数的这个变化率 就是函数的变化除以自变量的变化 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函数的导数 在一点处的导数 或者是一个曲线在一点处它的切线的斜率 它的snowpuff tangent line 那么对多元函数 那我们首先看二元函数 二元函数 那么过一个点它的曲线有很多种 它过一个点的曲线有很多种 那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函数在这一点的变化率 那因为它的曲线太多种了 那我们先考虑两种最简单的情形 最简单的情形是哪种呢 第一个是Y等于常数 Y等于常数的情形 Y等于常数相当于是我们是在这个 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 Y等于常数相当于是一个平面 平面跟这个曲 跟曲面的交线 它是一个曲线 那曲线它是一元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求它的 求这个曲线的变化率 那这个Y等于常数 那这个Y等于常数 好,我们先看函数 那么Y等于常数 我们先看Y等于Constant 和Z等于F XY 那么它的交线 如果我们这个是这个常数 在这一点 这一点如果是点是X0 Y0的话 那么我们固定Y 就得到的是Z等于F X和Y0 这个就变成一元函数 那么一元函数 我们就可以求它的导数 就我们把它在这一点处的 在X0这一点的导数 我们记作 偏Z 偏X 在X0 Y0这一点 我们看成是这个极限 我们认为是H区间0 这是F X0 加上H Y0 减去F X0 Y0 也就是Y0 因为Y是不变的嘛 除以H 这个我们叫做偏导数 关于 关于X的偏导数 我们有时候写成F F偏X 那么在X0处 Y0处的偏导数 当然我们 偏F 偏X 有时候我们就写成是偏Z 偏X 有时候也写成F X 有时候还写成F1 这些都表示对X的偏导数 那么同样的 同样的定义 我们有偏Z 偏Y 在X0 Y0处的偏导数 这是求一个Limit H区间0 那么就是F X0 Y0 加上H 减去F X0 Y0 这是固定X 当然这个这个极限 有时候我们把H可以写成DELTA YDELTA X DELTA Y区间0 是F X0 Y0 加上DELTA Y 减去F X0 Y0 这是处于DELTA Y 当然上面的那个我们也可以写成 偏Z 偏Z 偏X 偏Z 偏X 我们可以写成DELTA X区间0 这是F X0 加上DELTA X Y0 减去F X0 Y0 除以DELTA X 这是偏导数的定义 我们是固定其中一个变量 那么对另外固定其中一个变量 那么得到的实际上是曲曲面上的一个曲线 那这个曲线可以求另外一个变量的导数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偏导数 那它的求法没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新的技巧出现 我们求偏Z偏X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Y看成常数 因为我们在定义里面就是Y固定 那么求偏Z偏Y的时候 那么我们把X看成常数 来用一远函数的 求倒的方式来求 好 那 我们看一个立体 Z 等于 3 X平方Y 减去Log 我们减去Log X Y的平方 我们要找偏Z偏X和偏Z偏Y 直接求导数 那我们说求 那我们说求 关于X的偏导数 我们是把Y看成常数 所以是 2X 我们用 这里我们要用到复合函数的求导法 对吧 正用这是X平方 所以是 首先是cos X平方Y 在X平方Y 关于X求导 就是2XY 好 再加 再减去 XY平方 那么上面是Y平方 因为Y平方看成常数 但是这里面还是一个函数 所以要用 函数的求导 那个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那么偏Z偏Y就是cos X平方Y 然后再对里面对Y求导 就变成X平方 再减去XY平方 然后对XY平方分之1 再乘上XY平方关于Y的导数 所以是2XY 这是求偏导数 它的求法 如果我们W 三位的也是一样的 如果W等于E的X平方 加上Y平方 加上Z平方 再乘上YZ 那我们求 偏W偏X 偏W偏Y 偏W偏Z 偏W偏X 我们把YZ看成常数 所以YZ我们找写 这是E的X平方 加上Y平方 加上Z平方 然后这上面对X求导 是2X 所以是2XYZ E的X平方 加上Y平方 加上Z平方 好 它再对Y求导数 所以是2Y 再加上Y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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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A和Z 在H额 加上Y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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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y和z换一下 所以是2yz的平方 再加上y 把y和z换一下 这是我们求偏导数的方法 那么我们有了偏导数 那我们就有高阶的偏导数 高阶的偏导数 高阶偏导数 那么就是对一阶导数再求导就是了 所以是我们pn平方fpnx平方 这是等于 关于x的偏导数再求 再关于x求偏导数 这是对x的偏导数 再关于y求偏导数 然后pn平方fpnxpny 这是pnx 这是pnfpny 这个我们有时候写成fxx 这个我们写成fxy 先对x求导 再对y求导 也可以写成f12 前面那个可以写成f11 这是等于f yx先对y求导 再对x求导 也写成f21 然后pn平方fpny平方 这是等于pny 官员 y再求导 这是等于f22 也等于fyy 这是二届偏导数 我们得到的这是二届偏导数 好 好 那我们 可以用 用一个 简单的来算 好 我们第三个例题 如果z等于x平方加上y平方减9xy加上8y 我们求二届偏导数 所以的二届偏导数 那我们看偏z偏x 这是等于2x再减9y 而偏z偏y 这是等于2y减9x加上8 那我们在偏z的平方偏x平方 这是二届偏导数 那么对一届再求偏导 就是偏偏x 这是2x减9y 这是等于2 而偏平方z偏y偏x 就是我们对 对x的偏导数 再关于y求偏导数 2x减9y 这是等于负9 然后偏平方z偏y 再偏 先偏x再偏y 就是偏偏 这个已经求过了 先 关于y的导数 再对x求偏导 就是偏偏x 这是2y减9x加上8 关于x求导数是负9 然后偏平方z偏y平方是偏偏y 这是一阶的偏导数 这是2y减39x加上8 所以是等于2 这是一个常数 这是一个常数 那我们看到 这个是负9 这个是负9 也就是说 fxy等于fyx 我们在这个十字里面 我们得到的 有这样的关系式 那么在其他的时间 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 如果z等于 我们用3x平方y来算吧 我们 求 也是求所有的二阶偏导数 那我们来看 偏z偏x 就是等于cosx平方y 再乘上2xy 偏z偏y 是等于cosx平方乘上y 再乘上x平方 那我们再来算他的 混合偏导数 各界二阶偏导数 偏z偏x平方 是对他在对x求导 所以是2y 再乘上cosx平方y 我们先求这部分 再加上2xy 再乘上负的3x平方y 再乘上 对x 对x 对x在求 那么就是2xy 那么偏平方z偏y 偏x 这是等于 对y求导数 所以是2xcosx平方y 再加上2xy 再加上2xy 再乘上负的3x平方y 再乘上 它关于y求导数 所以是x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出 我们可以把它写出 这是2xcosx平方y 再加上 再减去 减去2x的立方y 3x平方y 3x平方y 偏平方z 偏x 偏y 就是对后面这个 对y 对x 再求导 首先是2xcosx平方y 再加上 再加上x平方 那么负的3x平方y 再乘上2xy 所以是2xcosx平方y 再减去2x立方3x平方y 好 我们看到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也是一样的 那么偏平方z偏y平方 那么就是对后面这个 求导数 那么x平方当成常数 负的3x平方y 再乘上x平方 所以是等于负的x4次方 3x平方y 那么在这里我们都发现 有这样的一个 也就是说fxy等于fyx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这有这样的一个定理 这是第几项啊 好,有这么一个定理 如果fxy和fxy是continuous的 在某个区域上是continuous的 那么fxy就等于fyx 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证明 后来我们在别的地方 我们再去证明 需要其他的一些知识 好,那我们知道只要fxy和fyx是continuous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这个结论 那以后我们求二届偏导数的时候 那我们只需要 只需要这两个偏导数 我们只需要求一个就可以了